针对桃园藻礁面临的困境 林务局今天下午开会讨论 而在开会之前呢 也有保育团体跑来大门口抗议 他们批评中央跟地方政府相互推诿责任 空谈了六七年都没有实质作为 保育团体在林务局门口高呼口号 抗议政府漠视藻礁富裕 因为原本中央与地方政府一致通过 要在桃园关心藻礁设立自然保留区 没想到六七年过去了还是原地踏步 藻礁面积也从原本的二十七公里 大幅缩减为四公里 此外保育团体也批评 藻礁是植物 但政府单位需要以野生动物保育区来做规划 将来分区使用 包括抓埋苗以及发展藻礁观光等 而保育团体则是认为 应该设立自然地井区严格禁止进入坏 连捡一个石头都不行 不只是藻礁 野生动物保育法 他看到是整个环境 那藻礁就因为有这样的环境 才可能说变成一个 让国人很重视的地方了 到底藻礁要列为动物保护区 还是地井保育区 林务局表示将由学者专家 咨询小组再进行审查评估 预计一个月内会开会讨论 记者 来视频徐启峰台湾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